密参老和尚 佛妻开示 不识佛性 你还在大闹天宫吗 今天是打妻的最后一天 我们打妻的目的 是用参禅的方法 或是念佛的方法 离却攀缘心 挣到我们本有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从无始以来 不曾生未曾灭 但是我们众生 迷于外境认假为真 把好端端地天真佛埋藏了 现在我们客妻取证 要恢复本有的光明宝藏 要明心见性 是须下一番功夫的 明心见性 对有道心 有力量的人不是难事 一般人不容易做到了 什么是力量大的人呢 就是痛念生死 能舍能放的 有大慈心的人 具有这种力量的人 现在不开悟 早晚也要开悟 了生死不是一件小事 古人善根深厚的人 也是很简单的 过去西天有尊者叫婆罗提 是成道的 有一国王叫义贱王 很恭敬尊重他 向他问法说 尊者如何是佛 尊者说 见性是佛 又问 尊者你见性否 尊者曰 我已见性 义贱王又问 佛性在什么地方见呢 回答说 佛性在作用处见 在太曰身 在眼曰见 在耳曰闻 在鼻秀香 在舍谈论 在守提直 在足运奔 使者周遍法界 收射在于微臣 说大广大无边 说小在意微臣 使者知是佛性 不时换作惊魂 一见王一听 忽然开悟 一闻即悟 原来日用全是佛性的妙用 所以古人说 不知坐卧全是道 只顾茫茫受苦心 哪里去找佛性 见性实在是不离当下 如果离开六根门头 哪里去找性 六根门头 全都是性 冷言会上佛告诉阿难 生死轮回是如六根 更非他物 成佛作祖也是你六根 更非他物 阿难心里怀疑这话 忽然时方如来意气现前 同声告知阿难 阿难生死轮回是如六根 成佛作祖亦如六根 更非他物 诸佛现前 是为了断除阿难的疑心 就是说 凡夫六根对六尘 起获造业流转生死 而圣人六根对六尘心不染拙 六十出六门 于六尘中无染无杂 来去自由 妄想分别 与佛性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差别 不过是一个污染 一个不污染 圣人与凡夫差别 就在于用心之时 住与不住的差别 住相及凡夫 离相及圣人 离攀缘心无所住着 那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无不是佛性的作用 无不是忠道的 这是觉悟的人真实的写照 我们要用心体会佛陀的本怀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实时达到无助生心的本来相貌 心中快快乐乐 光光明明的 溢不住光明之下 那我们离极乐净土又有多远呢 我们当下不是净土 又是什么呢 明心见性 再有力量的人也不是男士 因他是本有的 看破放下就是 我们在一面上做功夫 一面无声是我们的真心 因为心粗 没有能力用在第一念 一动念就是分别执着 所以 祖师方便用参禅的方法 把攀缘心止住 见到本性 我们的本性 就像水一样 本来清静的 妄想执着一起 就波浪滔天了 前浪赶后浪 非常危险的 所以 要希望显真 掌握不了第一念 第二念 三念 四念 不知道哪里去了 念成想了 执着了 还不知道 圣人的心态 就像水上画图一样 尽管用心 不落痕迹 念念无有助着 六根之中 一举一动皆是佛性的作用 修行人要执心是道场 一切处要真实 执心是无二之心 我们的妄想之心 是取巧心 弯曲心 这与自性相为 因此 要在起心动念上观察 昼夜六时 行住坐卧处观照 要明白 哪个是不生灭的 哪个是生灭的 佛性是没有相貌的 没有法子表现出来 就是十方诸佛菩萨 也不能把自性拿出来给人看 也只能说说 他的体呀 像呀 用啊 拿种种的比喻来形容他 他不是开口的 开口就不是 开口就不是 怎么建呢 建在用处 用就是心 性是体 我们一天到晚 哪里不用呀 先要明心 明心后用心表达性 那么这个一举一动 无不表达性体 如果你在谜中 表达的心 都是迷惑的 片面的 肤浅的 明里的人表达出来的心 它是透彻的 圆满而又全面的 这就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我们想见 性先要明心 性者 不迁不辩之意 他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是我们的性 心则不同 由性而起 随缘而生 随缘而灭 世界种种差别 由心而造 造善上天堂 作恶下地狱 这个心就直说来 如幻如画 了不可得 六尘圆影 如同镜中相 水中月 如同梦境一般 这就是明心 现在社会上的科学家 哲学家都知道心是假的 是虔诚的反应 是外界反应出的影子 我们佛弟子 真正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心虽是虔诚影子 没有体性 随缘而生 随缘而灭 但是你不识破它 它就大闹天宫 无量生死 无量罪业 由它而造 如果你识破它 它就一毫力量也没有 当年二祖断壁求法说 启师与我安心 达摩祖师说 拿心来 我与辱安 二祖沉思片刻说 密心了不可得 这时 初祖马上说道 我与你安心静 二祖回光一照 言下大悟 明白了 哦 原来这个妄心是没有的 我的真心是本有的 我们这个离忘的灵芝 就是我们的真心 这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 要开悟 要像二祖那样明心了不可得 明白都是妄想所现 无意可得 我们身体都是四大 加上妄想组织起来的 要把身心世界看破看空 这叫明心 在这个地方 等一念不生 妄念不起时 要观察 万法都空 身心世界也空 那么这个知空的主人 这个理念的灵芝 是什么相貌呢 一切万法由它显现 说有也不对 说无也不对 无头无尾 而又零零不昧 这就是我们的佛性 一切圣贤 诸佛菩萨由此而诞生 灭盘出入在寂静处 明心见性 是佛法的根本 是真实不虚的 根基大的一言之下 狂心顿邪 回光一照 了物本源 这是辉煌的一刻 我们整日妄想纷飞 千长挂渡 看不破 放不下 所以生死难了 古人悟到容易 金人悟到很难 没有把身心世界看破 看成幻化了不可得 我们的佛性 本来是清净的 就因为不明白真相 而受污染 外道更是不明身心是患 怎能谈到明心见性了生死 正灭盘呢 我们只有佛法熏习 可以形成不生不灭之音 其次都不可能 要从心上下手 心适用 离用找不着体 因用而显体 因体而成就 古人千山万水求善知识 就是唯一言半句 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糊里糊涂 就能了生死 我们禅宗过去在禅堂 不去看经 因为有善知识 用不着看 你如果路走得不对 可以请示 路走错了 善知识知道 修行要经过自己用功 亲近善知识善有 才能弄它个水落石出 成佛正音就不会重错 不能马虎下去 今生不了 来生还是迷糊 了生死就难了 希望大家在这两个期能够找到路 有路可走 认识到宗门大法 是佛出世的本意 佛是为这个本意而来 十方诸佛都是如此 全是为了大地众生 生死未了来指明心地 发明心地的人要在皆在利 不要得少为足 发大慈悲心 为将来的佛法做出贡献 提倡佛的正法眼葬 使佛的正法久住 自立立他 灯灯向照 无有穷尽 以报佛恩 最后告诉大家 集中修行是手段 离开禅堂就放纵开了 这样不好 要把功夫用在四威仪当中 吃茶 穿衣无不适道 到从未离开我们 生活本身就是修行 最后祝愿大家 二六时中吉祥如意 法喜充满 祝愿佛之正法眼葬长久不衰 救度迷情